在港持枪抢劫逃回台湾 港台警方要如何互助呢 上个月6号有一名台湾嫌犯 闯入香港迷敦道的钟表行 持枪抢了两只 价值大约是389万台币的名表逃逸 而且搭机回到台湾 台湾警方是在港媒报道之后 才知道这起案件 现在法务部表示 已经和港警联系上 并且掌握了身份 交由台中地检署指挥刑事局侦办当中 上个月6号在香港的迷敦道 一间钟表行发生了一起 百万名表遭抢劫的案件 两时间名嫌犯逃离之后 是立刻搭着飞机回到台湾 台湾人到香港 抢了价值389万的名表 这回印发各界关注 怎么把人神之以法 包部长说5号晚间 看到港媒报道后 已经和港警联系上 连嫌犯身份都已经掌握好 台东地检署也和中大侦办当中 一有这样的讯息 我们就启动了 这个所有的能量来追查 初步来讲 应该有一些具体的对象 由于他涉嫌强盗罪 佛部表示根据刑法第七条规定 中华民国人民在中华民国领域外犯罪 罪情本刑13年以上有期徒刑 明确点出台湾人在香港犯案 有司法冠辖权 根据香港媒体报道 当时是一名男子走进店内后 他将这流利的日文 让店员误以为是日本顾客来看表 没多久他却随即量枪抢劫 抢走了两只价值 共99万港币 约389万台币的名表和钻石表 店员立刻追上 却已整扭打 对方的枪还因此掉在现场 而且他还搭着舰车逃逸 而港警立刻成立专案小组 追查到这名男子 年约25到30岁 短发中等身材 身高约170公分 案发时他穿着身色上衣 短裤和戴着帽子 搭击返台 知识港台没有司法互助 第一时间港警掌握身份 也没有告知台湾 案件到底该怎么办 恐怕还是个难题 东选水主星轮在台报道 的时候 到了 关注